CALIFORNIA CALIFORNIA SUN 大家好,加州乐志 今天我带各位去玩飞机 话说在美国加州生活 总会遇到一些有趣的事情 有人说加州跟天堂一样 可以从陆地、海边一直玩到天空 这句话一点都不假 我在洛杉矶近郊 机场认识一票来自台湾的飞行爱好者 他们周末假日喜欢去开飞机 这一天他们心血来潮 顺带载我一起去飞 几种是美国民航界最热门的教练机 初教六 有趣的是这飞机是Made in China 在空中飞可灵活得很难 初教六是串列双座螺旋桨教练机 超齐服役于中国空军级航校 这款经济是欧美飞行迷 飞捧的大玩具 许多内行人都在机库来弄一架 在洛杉矶 L-Monte的军用机场内就有三架的初教六 如果把状况维修不同组织的初教六都算进去 在整个南加州就有约20架左右 整个美国大概有200多架 这种飞机呢 价格好 不容易出毛病 爱好者私下跟我透露 不少初教六是透过管道从大陆弄来 行情约10万到20万美金 一般人想买还不太容易呢 初教六由南昌飞机制造公司研发 1957年7月开始设计 1958年的8月开始首飞 1962年的1月定型 并生产了无价 美国飞行舰出风 这个初教六是最佳的飞机 操纵灵活 精准 故障率低 耐用 一般人聊中国 可能第一个会想到 茅台酒 茅雄 或美食 但飞行迷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初教六 初教六由于外表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 军用螺旋桨飞机很相似 所以呢 在很多中国拍摄的二战电视剧 电影 以及广告里 都有初教六以老战斗机的姿态亮相 例如 在1993年 周润发无千连主演 天长地久的铁达石手标广告 就是初教六扮演 抗战时中国空军的战斗机 1996年 刘德华主演的 天落友情三 风火佳人的电影 也可以看到这架飞机出现 如今我能搭乘这架飞机升空 只能说实在太幸运了 如果你喜欢这支影片的话 请 hit like 然后请subscribe我们的channel 谢谢拜拜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转发 打赏 转发